这条路还是挺有诗情画意的 对 很幽静的一条小路 旁边这些树也都相当有风景 对 这些树 有很多都是国家的保护的植物 这是古色古香的一个建筑物这样 没错 丝园堂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栋楼有什么故事 丝园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栋三层的小楼 这栋楼建立1923年 今年已经是90多岁高龄了 好了 我们就继续看看这座丝园堂 走 一走靠近这个丝园堂 映入眼帘的就是 六根大柱子 好大 这柱子 对 而且是对称的 差不多有个三八米 有 师称其整栋楼 是 那这栋楼你说19二几年 我们知道在北方这边 日军侵华时期 那个战火它没有炸掉吗 对 其实这栋楼它是1937年的时候 都被日军的战火给轰炸过 在那个时期南开有好几栋这种建筑 那么经过炸毁之后 现在流存下来的仅仅只有寺院堂这一栋而已 你说整个校区都被炸 炸到就是楼都不剩了 就剩这栋楼 那我们 诶 这样一看就看到